亚锦赛南单四强诞生 遗憾的是世界第一王储钦面对吴俊诚的比赛大热倒灶了 实际上在男团王储钦曾击败过这个对手吴俊诚 但此一王储钦的状态再次出现了起伏 原本以为在男团对阵伊朗输掉一场比赛后 王储钦的状态已经快速恢复了 但连续作战的情况下 世界第一的状态波动就出现在此战 虽然第二局打出了11比2的碾压局 但其他时间王储钦都处于被动 最终激战四局后 8比11 11比2 8比11 6比11告负 大比分1比3无缘四强 也就此结束了本次亚锦赛之旅 之前男团比赛中 王储钦输过一场外战 但最终率队夺冠 这一次在男单比赛中 他无缘与队友林诗栋会失了 林诗栋3比1淘汰护上孙辅 竟然成为了四强中唯一的国平球员 本次国平男女单都是五人参赛 除了思影沙退赛 其他八人全部在外战输球 不得不说 有点不忍直视